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剧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2022年的最后一次更新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先来简单的聊一下 这一款由3ZERO所推出的变形金刚第二集 Revenge of the Fallen 为这个造型设计的这款可动的雕像 那它是一款评价还不错的玩具的 那因为已经推出相当一段时间 那我大概说一下 我是在今天年初的时候呢 为了奖励我的一些 奖励我的一个奖品 就当时的一些副业成绩不错 那我发了一个动态 就是说我买了这款玩具 但结果有一位变形金刚的同号呢 就一直三天两 就动不动就会在我的Facebook的下面 希望我赶快把这款给做一做 但是因为推出的玩具量都一直很多啊 今年官方玩具确实做了很多 我也就一直都推迟了这款的更新 那到现在的话呢 因为我在脸书上有答应过它 我会在今年之内把它更新 所以我就还是以心一下我们这个诺言了 它的话呢 真正要讲它的毛病呢 可能硬伤就是腿部 它会稍微长了一点 虽然它本身设计就是一个长腿的一个造型 但这一款的腿的比例啊 确实是特别特别的长 当然它是为了跟天火做一个合体 那天火的话我是没有入了啊 好像问题比较多还是怎么样 那它这一款的话 因为我已经做过第四集的骑士造型 这一款的话呢 比起骑士造型来说 在涂装上的质感我觉得有更好一些 甚至它一些过度的小零件 都是金属的一个配色 没有像骑士科伯文的话 它在一些小部件上面 都是比较白的塑胶 比较可惜 当然它也有一些 这个啊 也有一些小毛病 就是为了合体的话呢 它身上有一些零件呢 是需要拆下来的 那导致于说 它就是会有一些零件 很容易在把温的过程中 不小心就去碰掉 当然这个问题都没有说很大 背部也是很漂亮的 油桶就在后面 那配件的话呢 就是刀 那这个刀呢 这个手臂啊 这个插进去啊 要稍微用一点力啊 才能够完全地把它抵到最深处 而且要拔出来也是比较 比较需要花一点力气 那另外冲击炮 冲击炮有两把 造型完全一样啊 这个 没有什么顺便的问题 它就是长得是一样的 那它另外一边的话 多了一个 这个像是护手甲的东西 其他替换手啊 什么都不说了啊 那支架这个也都不用特别提 反正这款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以CP值来说 这款比起 其实造型来的话 这个是比较OK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天火可以合体 合不合体看你了啊 即便不合体的话 它也是很优秀的玩具了 那2022年的最后呢 要跟各位讲什么呢 其实 其实如果要聊玩具的话 现在资讯量很爆发 我已经 follow的速度跟效率 可能还不及各位网友 那我自己 今年度的话 以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 我们聊一些跟玩具有关系 但是也可以做一些更延伸的一些感想的分享 我觉得今年通货膨胀 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以我今年2022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呢 像我平常去吃早餐的地方 以往可能一顿饭是台币80块钱的 现在可能就变成95块钱 那是年初的时候80 那我记得年中的时候 涨了一下 反正现在本来80块钱的早餐 现在我要95块钱 才能够吃得到 我说的是新台币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 玩具的价格也是涨得很夸张 这个 做不到 像这种核心级的玩具 现在台币可能已经超过400块钱还是多 我都已经快要跟不上 快要跟不上的这个情报 它涨价的速度已经快到我情报都快跟不上 然后Deluxe等级的玩具 现在好像945块 949吧 我记得我09年刚入坑的时候 好像一个才499 现在是944差不多啊 这个时代短短十几年已经翻了一倍 那当然不止玩具而已啊 是各种民生用品啊 都是这个 就是消费的话 实在是蛮吓人的 那各位 我今年的话呢 算是 我个人的收入已经比网民要高很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虽然我想要的东西大概还能够买到 可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样的 以我现在的心 心之所得 不是我以前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总觉得 我好像也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想干嘛就干嘛了哦 所以说大家的话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就是开源节流啦 当然开源比节流更重要 我也不会说要大家就是要轻心寡欲啊 就是让自己的物欲少一点 其实人生也不要那么痛苦啦 就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 但是 该努力奋斗的地方还是要努力去做 那今年确实确实生活上比以往更加的不容易 那我自己是一个已经步入中年 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今年已经46岁 虚设算46岁了 如果我能活到90的话 我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我自己今年感触最深的除了通过膨胀之外 就是我以往没有能够特别去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把它过好 以往以我像跟我看节目 看我节目比较久的朋友可能知道 其实我是身兼三份工作的 那我正式的工作是在科技业当助理工程师 那以往的话呢 在这种大公司上班 我总是会有一种 哎呀反正婚一天是一天的心态 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子想法 但是到今年之后呢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为什么我不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好 为什么我不把工作都做得很漂亮 我们尽量的把自己的极限呢 去把它给挖掘出来 我觉得认真过好每一天 是我今年最大的收入 那当然包括做玩具开箱也是一样 我最近的话呢 我会在做影片的时候 我会比较习惯的 在做一些稍稍的剪辑 其实做剪辑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我想剪的话 我可以剪得更短 但是变化太大 可能怕观众就受不了 那其实呢 把影片剪短一点的话呢 我剪的部分其实也没有剪很多 我都是把一些 重复的贼词给剪掉 那因为我个人习惯的话 我在玩具 比方说我要把玩具 翻个面 或者是拔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会讲一些 这个呢 这个啊 那个呢 怎么样 我会 有这一些 因为我不希望画面冷场 就是我的节目 基本上我的话是没有在中断的 那我为了不要让现场陷入奇怪的安静 所以我就会 就一直讲话 那其实我剪掉的部分 大概都是这一些废话的部分 当然你不要跟我说整集都废话 那你不要看就好了 所以说在剪影片的话呢 我也是会去发掘一些新的乐趣 那就跟各位共勉 就两件事啦 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2023可能会更严重吧 那再来就是认真过话年的每一天 那2013年的话 疫情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持续两三年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大家就好好保重身体 那每年都会跟各位 年末的时候互相勉励一下 今年的话就跟各位做这么样的一个心情上的分享 大家身体照顾好 努力赚钱 明年的话我们就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 我看我才机会秒忙 各位不然你记不记得2013年的时候呢 我在YouTube上面我有录了一集 是一个时空胶囊的节目 就是呢我把几个玩具跟几本活动的首册 我把它封在一个箱子里头 那相约十年之后做开箱 明年就是2023年 我记得这个封箱的动作是2013年的3月左右 或是4月初啊 那但是因为我的YouTube频道被倒走之后 我找不到10年前的那一部影片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惋惜 因为明年就是10年了 那我们开箱之前都会习惯 就是把10年前那部影片给翻出来 看一下 然后10年之后我们真的照约定把它给打开 那明年就要10年了 但是那个影片我自己因为当时补救的时候没有救到 有没有人记得那一集 或者是说你有把它存下来的 拜托 请把它传给我 这个是明年度非常重要的一集啊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次的更新 谢谢各位这一年来的支持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23年的话呢 各方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